這個屏面了 首先我們應該畫出來的一個邊界出來 然後我們就以這些邊界面確定它了 這就是我們的分析面 然後我們顯示第2個產品 我們放進來的基準出來 然後創建基準平面確定它 然後我們縫合已經做好的分析面 然後縫合成為一個片體 把這個片體任這個基準平面進行一個切割 確定它 然後我們以這個坐標畫一條線 然後我們選擇這個分析面進行旋圈 一代族為基準族來選擇它 選擇兩次選擇角度是180度 然後合併它確定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這些面本來應該是同一個局面的 我們對它進行一個組合 我們在做好分析面的同時 我們要考慮一下它是否方便找流到 這時候我們就需要對分析面再進行一個修改 我們做一個平面平行 平行這個面通過這個點 確定 然後抄灰 我們定義這個中間 我們定義這個中間 画一个桥接起来的一个东西 为这么宽 然后的话 拨起来这个面 然后曲面拉伸它 方向是反向的 然后的话是到这个面的 我们定义它一个角度 时度 反向 确定它 这边也是一样的 方向反向 到这个平面 这个角度的话 我们一样的角度 时度反向 确定它 接下来 我们把这三个曲面缝合 成一个片题 别的也是一样的 这个已经是一个片题了 好 我们就 我们就是这个片题来切它 切去它成为这个样子 确定 然后 这样这个 切去这个 好 得到我们现在想要的这个效果 确定 然后 咱们把这两个片题 咱们把这两个片题 合并 这一个 这一个 确定 接下来 接下来 再来进行一个 薄角 我们去倒五号的 好 确定它 就现在这个样子 整部分界面设计已经完毕 我们看一下 它现在是一个整体了 整体的一个片题 就是分析片 全部是一个完毕 这个时候 我们激活 定模 在定模里面 创建一个新的零件 定义它的名字 当然的话 我们选择 装配作品 装配它 确定 炒汇它的一个边界大小 咱们对这个线 进行一个标具 这一个点 到这个点 我们在进行一个设计 这就是它的一个 前模的一个大小 然后我们拉伸一个新的实体 这个方向 然后我们拉伸50 所以我们看到最低点 最少应该是30 那我们留多一点 就到 选择两方向 另外一个方向 任意 然后我们选择 任何一个分析面 去切除这个实体 等等我们前模的分析面 接下来 我们隐藏分析面的零件 我们隐藏号码面 把前模的这些曲面 全送的前模上去 我们点击这一个全送 首先选择前模 然后的话再选择这两个面 组确定 它会把它全送到前模面上去 好 我们也隐藏产品看一下 这是前模 我们把它进行一个缝盒 然后我们再看看它的剖面线 好了 它是已经是个实体了 它已经有火面线来中间 好 接下来我们激活 动模装备 也是一样的增加一个性的零件 需要到的名字 化模 也是使用装备作品的装备 我们就画一条线 一条组合曲线 大小跟前模一样大 接下来实体 拉伸它 现在我们打开长品看一下 我们需要的高度是多少 长品最低点到这个位置 60 那我们就去到90号了 确定 隐藏前模 显示分析面 用分析面来切取这个号模 咱们应该反向的 好 我们切取之后 就得到这个效果 确定 我们隐藏分析面 并且隐藏产品的一个前模面 我们之前是号模面 接下来全送 先点击号模 然后再点击这两个面图 确定 把这面全送到号模上去 现在 我们隐藏这个产品 或者都是号模 好 这号模面 就是一个缝合 然后 咱们再来看一下 它是否已经有缝面线了 有了 好 那现在就是已经是个实体了 确定它 这就是强号模的设计